- 重新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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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凱莉 - 我們今天都很沒有精神 - 我真的好累喔 - 而且柯粉有吃柯粉嗎 - 我確定啦一些比較公正 - 比較講求公平正義的人 - 進攻了我們的IG - 他們最愛去的是那個政治過財節那一篇 - 然後最近其他片都有 - 對 然後也有人來跟我講 - 因為其實罵來罵去有時候 - 我已經開始有點想忽略 - 可是他們都只看精華對不對 - 對對對對 - 然後因為有一集我們在講 - 就是不要一直問前瞻話去哪 - 明明就公開資訊 - 他們最新說法是 - 他們最新說法是 - 國防會都在唬爛 - 他說不要跟我說自己去查 - 政府的資料都是唬爛的 - 但他就是很陰謀論那一種 - 你不相信這個世界我沒辦法幫你什麼啦 - 就是你要自己找到解答 - 反正就是我覺得陰謀論這種事情 - 我們幫不上忙欸 - 就是你要資料那人家要找給你資料 - 那你也不相信資料 - 那就不是我們的問題啦 - 那為什麼你會去相信 - 柯文哲給的資料呢 - 就是你要相信 - 你都選擇不相信你就不相信 - 就我沒辦法幫... - 沒辦法幫助你什麼 - 就是那你沒有理性的基礎 - 在討論這件事啊 - 你就是憑感覺 - 這種人我就沒有想要理他欸 - 就是你沒有在...好 - 我昨天在... - 我在往臉書上前幾天吧 - 剛好有一串討論 - 在討論到那個... - 欸就是為什麼要台獨 - 我們不是已經是一個國家嗎 - 然後底下就蠻多人在討論 - 底下也蠻多人... - 你是看博恩的那個嗎 - 欸不是不是... - 是那個人是蠻認真在詢問說 - 為什麼現在還有人在討論台獨要不要 - 嗯... - 然後底下很多人就在討論說 - 因為... - 呃... - 華獨派跟台獨派還有什麼殖民政府的角度 - 各種不同的立場 - 然後那一串很可憐是 - 大家在下面就很認真的在表達自己的 - 不同的... - 嗯... - 出發點跟想法 - 然後我就突然很感動的是覺得 - 天啊我好久沒有看到... - 理性的討論了嗎 - 高品質的... - 也不見得沒有... - 也不見得沒有情緒 - 因為底下的確有些很... - 還是會有啊 - 底下的確有些人的確很不屑某一種說法 - 然後大家還是很盡可能討論說 - 就是國家正常化 - 那我們的問題是什麼什麼 - 就是這個是我覺得 - 網路上討論該有的樣子 - 健康的生態 - 就是你... - 你提出你想要說的 - 跟你覺得... - 為什麼... - 為什麼我不能理解這個說法 - 就是你提出一些討論 - 然後大家也會找到一個公約數 - 就不見得說我要全盤接受 - 嗯... - 可是... - 像剛剛說柯粉那個就是... - 不確定是柯粉啊 - 再說也是一些比較... - 呃... - 想要公平正義的人 - 就是柯粉 - 就是柯粉 - 他們很容易情緒暴走失控 - 然後我這邊呼籲柯粉不要再... - 他們不會聽到這裡啊 - 這樣減到精華他們才會聽得到 - 好啦... - 你不用到處留什麼... - 好啦... - 我也支持柯文哲 - 就是... - 你支持我不介意 - 就是我們這邊不是肇事晚會啊 - 但... - 我覺得他們有一點就是像韓粉那時候 - 就是有一點整個是無腦化的 - 一直機械式的洗流眼 - 這個真的很像宗教 - 這是宗教狂熱 - 就是可以刷經文 -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罵說... - 例如罵說什麼同性戀都很亂 - 都怎樣怎樣 - 底下人其實會回... - 會告訴... - 會跟他解釋很多事啊 - 如果你真的在罵一個族群的話 - 大家會很認真討論 - 為什麼我們不該這樣做 - 對啊 - 所以你如果覺得柯文哲哪裡做得好 - 哪裡做得怎樣 - 你可以討論 - 但你不能一直... - 就你這樣洗板沒有意義啦 - 然後講... - 我講直白一點 - 我這次在幫你們 - 就是... - 你們在網路上製造出很像... - 笨蛋的角色 - 對,選情不會有幫助 - 笨蛋 - 網路上有一個... - 就是街坊影片 - 我有看到 - 對,然後就是好像... - 你說可以對罵起來那個嗎 - 暴怒是民調 - 對,暴怒是民調 - 因為我看... - 你講那個... - 我就想到那個影片 - 因為他... - 那個... - 我不知道那個女生是不是暗裝啦 - 無法證視 - 他是一個長期滿挺柯的... - 直播主 - 頻道 - 對,就頻道,YouTube頻道 - 但是... - 因為他那個... - 我看到的那個片段 - 就讓我覺得... - 感覺每次只要跟柯粉去講... - 就質疑他們 - 他們很容易情緒失控欸 - 而且很奇怪是你... - 你做街頭民調 - 本來就有不同的立場的人 - 是啊 - 然後那個... - 那個故事是他們在街... - 夜市還是哪裡做民調 - 夜市... - 夜市... - 然後就有一個阿嬤... - 就是一個媽媽過去說 - 我支持賴清德啦 - 她就說我覺得... - 因為他們舉了一個板子 - 上面有三位候選人這樣子 - 沒有過台名 - 哈哈哈哈 - 然後... - 他就說... - 那媽媽就說我支持賴清德 - 賴清德才是我們... - 我覺得賴清德才是可以保護台灣的候選人 -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突然抓狂 - 她整個人壓起來 - 她生一團高八度 - 對... - 她就大罵說什麼 - 就一直質疑她 - 她說你是不是都看三明治 - 你是不是都看三明治 - 我就想找你資料從哪裡來的 - 我覺得我看她這樣子 - 我一直在檢討我自己欸 - 哈哈哈哈 - 不是... - 我就想說... - 她很咄咄逼人 - 好不好對不起啦 - 對不起 - 然後因為上街通常大家不管你有沒有立場 - 就像以前我們同志運動上街 - 我們也有去過反同的場合去抗議 - 可是大家都會盡可能的不要起衝突 - 因為起衝突大家都會看笑話 - 大家會看哪個人比較失控 - 而且我覺得那個阿姨很可憐 - 是因為她完全不給她 - 把一句話講完的氣味 - 她就被打斷 - 因為那個阿姨可能想說是年輕人 - 她就很盡量加華語 - 可是她可能maybe台語比較流 - 我也不確定 - 喔喔喔喔喔 - 所以阿姨已經很努力的在組織自己不熟悉的語言了 - 然後那個女生又一直不停的打斷她 - 然後咄咄逼人一直質問她 - 那我就覺得她怎麼這麼... - 聽不得其他意見啊 - 她甚至...那不算是質問欸 - 因為我覺得質問你可能還是... - 她是在罵人 - 對是在罵人 - 因為你質問的話好像還可以回答些什麼 - 可是她的那種有點失去理智 - 然後我覺得很不可惜的是... - 再說是對不起 - 我任何發過脾氣的我都對不起 - 我覺得很不可惜是這個影片 - 我講白如果716當天 - 就當那個7月的遊行 - 如果你們那時候沒有在台下虛網網欲 - 如果沒有去肉熟攻擊那個舉牌的學生 - 今天社會給你們的評價會非常不一樣 - 你們沒有理解是這件事情喔 - 就是大家並不是說你們不可以有立場的上街 - 只是你們不尊重別人講的話 - 然後你們用這種方式去壓他們 - 我覺得很荒謬 - 喔講到遊行 - 昨天不是也有遊行嗎 - 820是那個... - 哇那個鮑魚 - 喔對 - 欸昨天暴雨的時候 - 有冤情欸 - 我剛好在人在外面 - 所以... - 雨真的好大 - 所以我真的是有那個... - 體會到那個雨 - 打臺上是超痛的那一種 - OK - 就是因為我要衝去717買雨衣 - 然後我在那個屋簷下衝到717的距離 - 大概不到10公尺等於你快跑大概只要兩三秒 - 然後我就衝過去 - 但那兩三秒我已經全身死掉了 - 所以雨真的超大 - 大概有10個瓜爾加市那麼大 - 我覺得昨天有些很荒謬的是郭台銘 - 啊為什麼 - 就是郭台銘 - 因為這種活動通常就是你... - 昨天其實所有候選... - 總統候選都有去 - 然後大部分會... - 潛在的也去了 - 對 - 那雨就這麼大 - 這個雨就是大到... - 大家都知道下雨要幹嘛 - 就是要撐傘或穿雨衣 - 然後郭台銘說 - 我不撐傘也不穿雨衣 - 我要跟人民貼近一點 - 沒有人會淋雨啊 - 對 - 因為那張照片是他不穿雨衣 - 就是走在雨中 - 很荒謬 - 然後他身邊的所有工作人員跟民眾 - 全部都在穿雨衣撐傘 - 不是這都是幾年的... - 今年已經幾年的選舉 - 還要這樣苦肉雞嗎 - 問單家得肺炎 - 因為老人家感覺體貪力要差 - 你還記得以前選舉要下跪嗎 - 或親吻大地 - 親吻土地 - 然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去年陳時中曾經 - 有一張照片那時候被媒體炒作是... - 陳時中就是那個時候新聞... - 他好像去勘災還是什麼 - 新聞就很惡意的說陳時中請旁邊的人把他撐傘 - 但是陳時中那張照片有穿雨衣啊 - 對 - 其實那張照片是陳時中穿雨衣去現場 - 然後他旁邊的其他幕僚還是工作人員 - 就是現場的人啊 - 有人是撐傘的 - 所以那個撐傘要講話的時候站到陳時中旁邊 - 對 - 但他其實不是在幫陳時中撐傘 - 他就是傘去回到他 - 因為他傘就很大一隻這樣子 - 就是你穿雨衣我撐傘 - 我在你旁邊 - 變成我幫你撐傘 - 這樣其實... - 因為那個照片其實是有距離的 - 可是什麼意思 - 我也會幫我朋友撐傘啊 - 那時候他們就故意打說什麼 - 好大的光圍這樣子 - 對 就故意這樣打 - 然後柯文哲那時候出來在那邊 - 就是講幹話 - 說什麼在我任內什麼在我什麼眼睛看 - 就... - 他說他不可能讓這件事情在他身上發生 - 他說我這一次絕對不會讓別人幫我撐傘 - 結果昨天兩位 - 哈哈哈哈 - 是不是邱承遠還是誰 - 對 就兩位幫他撐傘 - 上台的時候幫他撐傘 - 我覺得這事很無聊啊 - 就是你幕僚幫忙撐傘又怎樣 - 可是重點是 - 是柯文哲自己要主動在那邊講 - 然後去年人家穿雨衣被你罵 - 然後去年人家穿雨衣被你罵 - 就你今年自己在當皇帝 - 對啊笑死人了 - 還磨灰城市長 - 那他們昨天都有上台嗎 - 都有上台 - 然後都現場是很平靜的 - 我覺得昨天算 - 有像716那樣嗎 - 沒有我覺得昨天算是蠻 - 因為交通議題真的是不分立場 - 是啊 - 然後昨天真的就是大家很希望 - 可以改善行人交通 - 是 - 他們會後都有發文嘛 - 對 - 但我覺得最好笑的是侯友宜那篇文 - 他說什麼 - 他寫很 - 因為其實賴欣德寫很長 - 然後柯文哲也寫蠻長 - 因為他就是主要是舉一些數據什麼的 - 然後我就點開了後我也看 - 我想說天啊 - 我以為是 - 很像寫在聯絡簿上的小日記 - 他說我今天參加這個遊行 - 我有三個感想 - 然後那三個感想分別大概一句話 - 我想說 - 你有時候小時候寫那種八股文吧 - 對 你教功課也太不認真了吧 - 然後昨天 - 那寫得超隨便的 - 因為賴欣德在上週五 - 我記得不是遊行當天 - 是 - 遊行前 - 遊行前有發一篇文就是在講 - 喔 因為他說他宣布他會去那場遊行 - 對 然後他就有講一些很基本的 - 就例如紅燈停綠燈行 - 然後大家覺得這是廢話 - 但其實根據我們的交通道路安全的相關的那個案件調查 - 有蠻高比例的人就是聽不懂這句話 - 就台灣人普遍不知道紅燈停綠燈行這句話的意思 - 應該是說很大一部分的交通事故的原因是發生在行人不遵守交通軌道 - 對 他們有時候會看就是雖然是紅燈 - 但是感覺還沒有車會過來撞他 - 就任意穿越馬路之類的 - 然後機車 汽車 自行車 - 就是其實所有的交通使用者都沒有在 - 都沒有很遵守這個規定 - 然後我忘記昨天是看誰講到 - 好像是那個4X貓直播 - 因為我昨天沒有去現場 - 但我還是有看4X貓直播 - 然後他有講到那個QN - 就是之前那個鄉民女生 - 他是現任的桃園市議員 - 他是現任的桃園市議員 - QN嗎? - 他是黃瓊會啊 - 然後他就有講到 - 就是其實交通議題不是駕駛跟行人之間的對立 - 他是所有用路人要一起解決的問題 - 然後其實在遊行的當天 - 還是前一天 - 新... - 新白 - 你是要講 - 也發生了一個公車 - 公車把過馬路的人撞 - 就是也是輾到他 - 當場死亡 - 然後這類的事情真的 - 因為大家 - 我看有一些 - 很多人覺得 - 為什麼會有這個遊行 - 覺得沒意義 - 然後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大家 - 因為其實這真的牽涉到 - 每個人都是曾經犯錯的那個人 - 對 - 然後我們要不要把 - 面對錯誤啦 - 我講難聽點就是 - 我們不要這麼不要臉 - 就是 - 就是 - 會檢討到你的 - 你今天的話要不是講得很白 - 要不然就是說得很難聽 - 要不是 - 就是這些事像 - 我的確我以前也會搶快 - 我會穿越馬路 - 那我也是在這一年開始思考 - 欸我其實 - 我以為很安全的事情 - 對別人來說不是 - 要是有一個車子開過來 - 它要不要閃開我 - 它會出意外 - 或者是 - 大家會習慣這件事是合理的 - 對 - 所以這真的是開車騎車 - 或走路的人都要注意 - 就是大家要 - 多一點同理心 - 你要知道你 - 你多走幾步 - 或你多等幾秒 - 不會有這麼快 - 對 - 因為賴欣德也有參加 - 然後很多人就罵說 - 啊你 - 欸我有看到賴欣德 - 跟那個魚爸爸 - 喔對 - 就是魚爸爸就是那個 - 台南那個被撞 - 三歲女童 - 她老婆跟小孩 - 對 - 被那個左轉的汽車 - 在斑馬線上撞死的 - 被孕婦撞到 - 是說他們完全沒有走到斑馬線以外 - 他們其實就是在斑馬線上 - 喔那個車完全沒有煞車 - 對 - 然後因為很多人在罵說 - 你現在是副總統 - 你們完全執政 - 這些事你們一直都可以做 - 那其實一直都有在做啊 - 嗯 - 就是我們一直有在做 - 跟同時我們希望做得更好不衝突嘛 - 因為大家我們之前有聊過 - 之前前瞻有一筆預算是 - 改善那個個程式的 - 表現什麼的對不對 - 沒有就行人 - 可以講優化嗎 - 就是提升行人 - 害怕 - 知理知器 - 提升那個啦 - 行人的道路環境 - 嗯嗯 - 然後之前不是講萬安商人 - 也被發現沒申請 - 就是講萬安發現台北市沒申請 - 然後其實前瞻有很多錢都是在做這件事情 - 嗯 - 這個遊行我就想到 - 就是遊行前一天 - 林志堅有發文 - 啊 - 真的 - 她沒有發文吧 - 有有有她有發一篇文 - 她就是在講 - 再講了一次 - 因為其實下了車 - 我們都是行人這句話 - 是她一開始提出的嘛 - 她有發嗎 - 我記得是大家去看之前的貼文耶 - 不是是她有發一篇新的 - 有篇新的 - 對 - 然後她也就是在講 - 當時新竹做了哪些 - 就是關於行人交通的一些事情 - 然後下面很多留言就說 - 市長求求你快回來 - 就坦白說就是做的沒有條 - 說清楚沒有你都不一樣了什麼的 -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齊樓 - 齊樓整平不是 - 呃 交通很多建設不是中央能做的 - 就是假如我今天 - 今天我家門口 - 假如我想要畫紅線好了 - 或是我想要畫停車格 - 或是我想要齊樓整平 - 呃 我需要收集我們這邊的同意書 - 呃 市政府要協調 - 嗯 - 然後市政府如果覺得這筆錢出不了 - 它可以跟中央去申請 - 嗯 - 但關鍵就是地方自治 - 嗯 - 地方有決定權可以做什麼事 - 是 - 然後之前很多縣市 - 討論齊樓整平的時候 - 店家就說 - 啊這樣不方便啦 - 啊那個風水不好啦 - 那個路改下來 - 我都會影響我風水 - 我到時候做生意做不下去 - 喔我還有我看到什麼 - 當初因為林家榮好像要為了 - 是 - 要整理那個台中的7樓 - 台中的7樓 - 得罪很多人 - 對然後有一個攤販就是不能做了 - 它就還掛紅布條說什麼 - 謝謝林大家長我們做不下去了 - 蛤 - 就是要退出7樓 - 好勤勒的台灣人 - 天啊 - 對我有看到那個照片 - 我覺得很討厭 - 我很討厭這件事情 - 就是我覺得 - 台灣人長期受到 - 呃國民黨政府的影響 - 我坦白說就是這樣子 - 是啊 - 你可以不接受 - 但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 嗯 - 就是受到我們的教育制度的影響 - 然後短視盡力 - 然後只追求100分 - 不追求任何其他的空間 - 對 - 我們所有事情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 然後我不想要看 - 我不想要歸號未來 - 我只想要現在過得爽不爽 - 所以很多事 - 包括之前講到的 - 我才不要捷運蓋到我們家門口 - 你要迫害我 - 我要上次抗議捷運滾開 - 然後就一蓋好房價標準 - 對 三十年後 - 三十年後再罵說 - 為什麼捷運不開來我家 - 就這些事都是投資 - 我也講過 - 我在台北長大 - 我一輩子 - 我到三十歲才捷運 - 才稍微蓋完 - 現在還有陸續在蓋 - 嗯 - 我也是面對了交通的不方便 - 面對了二三十年 - 國家建設就是有陣痛期 - 對 很多事都是這樣子 - 可是台灣人普遍 - 好像我們很怕改變 - 很怕去接受 - 那個新的挑戰跟新的 - 即便是往好的方向 - 嗯 - 嗯 - 這邊這件事真的蠻讓人覺得不爽 - 然後願意做的人都會被選票制裁 - 唉 - 那如果台灣人想要的是 - 我們永遠不要改變 - 我坦白說過去很多政府是這樣子 - 就是我不做事我也不退步 - 我維持在一個基準線上 - 你過一樣的生活 - 大家這樣就開開心心的 - 可是有些問題就是 - 甚至不給你願景啊 - 甚至不給你願景啊 - 對 有些問題就沒有解決啊 - 嗯嗯嗯 - 欸我可不可以繞回來笑一下郭台銘啊 - 喔對對對 - 因為剛剛講郭台銘去淋雨嘛 - 然後他其實昨天又講一件更好笑的事情 - 妳說那個嗎 - 妳說共軍擾台那個嗎 - 妳說共軍擾台那個嗎 - 因為那天郭台銘去一個 - 也是拜廟的行程 - 然後他自此的時候就講到說 - 嗯兩岸的軍機繞台時 - 一定會經過媽祖妹祖上空 - 他說大陸的空軍弟兄服務媽祖 - 先問說我來轟炸台灣媽祖你有沒有同意 - 所以他的意思是中國 - 對你說大陸是他的原文嘛 - 對對對對 - 所以他的意思是中國軍機出發前 - 中國要先擲筊 - 先擲筊 - 就是空軍要問媽祖 - 想說那陸軍要問誰 - 後台銘好瘋欸 - 問領步嗎 - 欸我這邊要呼籲跟那個聽眾 - 確認一下 - 有些人可能會不知道 - 就是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這件事情 - 喔對對對對對 - 他們不能拜拜 - 欸是吧 - 他們在鼓勵不要拜拜跟不要 - 私底下應該是可以 - 他們鼓勵不要迷信啦 - 可能抓不到 - 他們鼓勵不要迷信啦 - 你只能信一個習大的習近平 - 對 信仰共產主義 - 我想說郭凱銘 - 郭凱銘是在選總統還是在選雞同 - 我是看不懂 - 欸我想到那個啦 - 有網友說海軍要問魯夫啦 - 三小啦 - 欸週末還有那個啦 - 基隆的超跑派對 - 欸可是我兩邊講是其實基隆 - 它開兩天對不對 - 欸是兩天吧 - 就要把基隆蠻重要的那個道路封接 - 做那個超跑競數 - 超跑加年華 - 它其實為了觀光 - 做一些活動 -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 只是你還是要考慮一下是 - 啊你們的問題就是交通很塞啊 - 就被人家笑說 - 你超跑我超塞啊 - 因為它另外一條線道就是已經 - 已經完全被堵死 - 所有車流量都必須要改造 - 或者是你去找一個 - 這個塞我覺得還好 - 我覺得比較誇張的是 - 它這筆預算竟然是沒有進議會的 - 蛤 - 欸沒有進議會我不知道 - 她說 - 欸我剛剛看到資料說 - 這個活動辦起來要250萬 - 然後什麼250萬 - 就有人問是張之豪嗎 - 去買車嗎 - 啊我看到張之豪 - 問張之豪說 - 你怎麼沒有講話什麼的 - 然後張之豪就說 - 這筆預算根本就沒有來議會 - 好誇張啊 - 那是他自己出的是不是 - 惡性小金頭 - 我不知道欸 - 是嗎 - 我不知道 - 張之豪說 - 根本沒有進議會嘛 - 就這個也很誇張欸 - 那到時候是要誰買單 - 跟雙城論壇一樣 - 先辦再說 - 西龍惡性小公子有錢 - 可以啦 250萬OK - 但又被人家挖出來說 - 那個裡面都不是超跑 - 就是超級跑車其實是有一個定義 - 有一個定義 - 他們就是改裝的跑車 - 改裝車 - 對對對就是跑車 - 因為他們的那個活動內容就是直線競速 - 就是一條直直的 - 然後一直加速這樣子 - 你說在市區這樣子喔 - 它有圍起來 - 然後我其實覺得蠻危險的 - 因為想說專業的跑車賽道 - 應該要做圍到一些護欄或什麼 - 而且賽道的那個地 - 那我要講什麼材質 - 地的材質不是也要補魚啊嗎 - 它就是一般道路柏油路啊 - 它就是一個車展啦 - 會秀一些甩尾特技 - 哈哈哈哈 - 頭尊看看好像就是 - 因為四叉貓一直得到那個民眾黨內部的資料 - 然後民眾黨在- 哈哈 - 我有看到 - 然後民眾黨在周末有一個幹部訓練會議的時候 - 就特別為了四叉貓開一個簡報 - 說你們不要給我成為豬隊友 - 然後就做了一張簡報上面寫豬隊友 - 欸它裡面很多相似的那個 - 它都寫了一個豬隊友的定義與特質 - 欸很多錯字 - 第一個是 - 錯字超多 - 哈哈哈哈 - 然後第二個是 - 太不應該了 - 第一個這放第一個 - 而且它的定還寫錯 - 不會喬事情 - 愛拖延 - 辦事反覆不定 - 粗心 - 粗心大意 - 它寫粗心大意 - 是粗 - 出口的粗 - 堅酸刻薄 - 話太多 - 字勢甚高 - 情緒不穩 - 你不要一直在介紹柯文哲的人格的特質 - 不是我覺得很好笑 - 說話不算話 - 缺乏責任感 - 貪污抹黑造謠 - 不做功課 - 不尊重專業 - 我覺得民眾黨可以自己玩賓果欸 - 因為這是賓果遊戲欸 - 因為真的我台下就是賓果 - 什麼 - 還有什麼香怨跟口風不緊 - 這兩個很相似欸 - 還有背骨仔不認錯 - 先掌後奏 - 還有什麼 - 失味素餐 - 嗨 你也想做Podcast嗎 - 想Fastory -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之路 -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 分潤更易易 - 當你自己的SugarDaddy or Mommy - 很多聽眾提出問題 - 像有人說前瞻花到哪 - 我們講了好幾集 - 就是然後你說什麼綠能小公主 - 就也解釋過了 - 就是到底要怎樣 - 我坦白說到底要怎樣 - 然後我也不 - 我一直都很希望大家不要把時間花再去 - 跟你立場不同的人吵架 - 就是我們要做的應該是我們支持什麼 - 提供正確的資訊 - 我們支持什麼 - 然後我們希望 -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對的 - 我們表達自己的看法 - 大家都應該做這個事情 - 拜託不要一直來底下洗飯好不好 - 我真的覺得好煩喔 - 就是一直在那邊一直在... - 不然他這個週末他真的被煩到 - 我真的煩到就是一直在洗 - 那種什麼好唯一支持柯文哲 - 干我屁事 - 我也支持過柯文哲 - 我投給柯文哲的時候你在幹嘛 - 我們才是第一代投給柯文哲的人 - 那週末下了很多雨 - 那有一些地方都有傳出一些災情 - 沒有很多地方就台北啊 - 欸我覺得上週因為... - 欸不是有說高雄也有啊 - 高雄也有啊 - 因為昨天是雨是集中在雙北啊 - 然後這兩週 - 其實從上次那個卡...卡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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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風 - 卡努台風開始中南部其實雨幾乎是沒有停過 - 然後台北也是這陣子天氣超爛的 - 所以很容易會淹水激水 - 午後雷陣雨 - 超可怕 - 然後上週有一個那個... - 欸是上週還是週末 - 就是高雄有一個旭紅池 - 煽紅池 - 志紅池 - 志紅池 - 它... - 這不一樣嗎?旭紅跟志紅 - 嗯...不知道 - 嗯...都可以吧 - 啊我們上次光是講那個停車場什麼 - 藍杆跟什麼扶手 - 我們就被...就說不要硬講好不好 - 什麼東西? - 就是我們有在講高雄那個什麼三個呼拉圈喔 - 哦...在講那... - 啊那不是高雄那不是高雄那是許巧心 - 許巧心 - 就說那個是必然 - 然後我們就說那個是什麼... - 藍杆之類的 - 嗯... - 但是...我們說柵欄 - 然後有一些可能建築方面專業的人 - 就有留言說 - 那個叫扶手藍杆 - OK 謝謝喔 - 我們謝謝 - 謝謝你的回報 - 我就問那你是不是還是聽懂了嗎? - 你是不是有聽懂嗎? - 反正高...全台灣 - 全台灣都有很多那個啦 - 製紅設施 - 像我們... - 世界指教 - 然後高雄那個就是他製紅功能有發揮 - 所以... - 他本來那邊是球場 - 因為我不會每天發生洪水啊 - 我總要把製紅設施做一些設施 - 平常可以... - 平常可以用 - 平常可以用 - 所以那個地方是球場 - 所以新聞就知道到那個籃球場淹到籃框 - 但其實旁邊都有水位線 - 他就是製紅池 - 因為過去像台北的河濱公園 - 其實都是疏紅範圍 - 那河濱公園上都有籃球場 - 都有羽毛球場 - 都有一些流動廁所 - 所以後來他們在想說 - 那河濱公園用流動的事情發生 - 就是颱風要來的時候我們把它拖走 - 但是像以前幾乎是每年那些設施 - 都要重新整修一次 - 每年那些籃球框可能都會被打爛什麼的 - 因為颱風可能一年來個一兩次 - 那台灣真的太久沒有讓河濱公園淹起來的颱風 - 導致大家忘記這件事情 - 是真的蠻久沒有這種... - 因為這些設施就是會一直被盡力被水淹沒什麼什麼的 - 所以我的意思是大家看到 - 不能理解某些籃球場會在水裡的畫面 - 因為以前我們很習慣籃球場會泡在水裡 - 是因為那邊就是合體 - 像那個新莊道三重有一個二重疏紅道 - 那邊中間平常也是一個非常多人加熱會去玩的地方 - 是去那邊滑板什麼之類的 - 或者是辦演唱會什麼的 - 然後甚至那邊... - 我記得那邊有一條路可以走 - 但台北市不僅就是... - 台北市就海綿城市了 - 淹水了 - 就是柯文哲的政見實現了海綿城市 - 就是台北市很多個洞 - 是這幾天對不對超多的 - 可是為什麼會造成那些洞啊 - 他們有自己... - 在哪裡塌掉 - 地上 - 他們推是極端氣候造成的啦 - 但反正已經出現第五個天坑了 - 結果雨下很大啦 - 然後雨下很大之後 - 從五月開始信義區就有一個地方塌掉 - 那個地方好像是因為建案的關係 - 建案打那個連續壁 - 看吧我也是說得出 - 就是五月那個信義的是建案啦 - 然後後來有一些... - 好介意 - 後來有一些地方... - 有一些地方跟建案無關 - 然後這... - 這兩天看起來有一些感覺是下雨 - 就是... - 它那個地基... - 昆明街那邊 - 地基就塌掉 - 有很多個洞 - 可是因為我覺得 - 有時候有一些這種災情是難免的 - 只是我會... - 我覺得是難免的 - 但想要特別提說 - 高雄這一次其實他們做得很好 - 嗯嗯嗯嗯嗯 - 但高雄還是有因為雨下太大積水 - 可是我比較不能理解的是 - 全台灣其實下到... - 每個城市的排水量... - 瞬間降雨量太大的時候 - 如果有一個容量 - 那個容量超過之後就會積水 - 前幾年信義區 - 信義計畫區也是積水 - 淹到輪胎 - 哦對對對對對 - 對那次也是 - 但水會退嘛 - 就是沒辦法 - 雨就這麼大 - 啊就是雨就這麼大 - 哈哈哈哈 - 這就像地震來會搖 - 就是... - 就是地震來會搖 - 颱風來東西會倒 - 那我們要不就固定好 - 那如果真的有時候風太大會倒 - 就是這是... - 就天災啦 - 就天災 - 那雨下這麼大就是會積水嘛 - 那我們... - 我們可不可以拜託不要每次雨下那麼大都先看市長是誰 - 然後看政黨是誰 - 哦哦哦哦哦哦哦 - 就是這個很幼稚啊 - 就是我們應該好好想的是 - 那遇到... - 接下來雨會... - 一定會一直下雨嘛 - 那既然最近雨下那麼大已經... - 就像台北市說的極端氣候 - 那我們該怎麼做 - 嗯... - 我們... - 要是已經預料到越來... - 以後的極端只會越來越極端的話 - 欸我覺得是我的錯覺嗎 - 我覺得今年夏天好漫長喔 - 我覺得雨下好久 - 有可能... -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太早開始熱 - 沒有我覺得是你不喜歡夏天 - 哈哈哈哈 - 因為我本來以為你要講今年夏天好短 - 沒有我痛恨八月正午的陽光 - 哈哈哈哈 - 熱死了 - 對 - 因為好像很早 - 好像四月就開始在熱 - 今年滿熱 - 我就覺得... - 什麼時候夏天才要結束 - 然後我回過神來發現 - 天啊還在八月 - 好我跟你相反 - 我覺得現在夏天好短 - 真的嗎 - 我覺得... - 去海邊跟游泳 - 你現在還是可以去啊 - 沒有就下大雨 - 下大雨 - 雨好大 - 可是你知道打雷就游泳池要上翰嗎 - 好啦現在其實那個鬼門開不要去海邊了 - 可以去游泳吧 - 可以去游泳池 - 欸講到那個鬼門開 - 就是這兩天有一個日本網友 - 因為台灣人遇到那個鬼月會有很多禁忌 - 各種禁忌 - 不能晚上剪指甲 - 不能曬衣服 - 不能曬衣服 - 還有什麼不能咬冰塊 - 啊為什麼 - 因為冰塊去掉布首是水鬼 - 蛤 - 蛤 - 好爛喔 - 好偏門喔 - 也不能講鬼 - 啊我有朋友說你不能穿破洞的褲子 - 不然鬼會鑽進去想要穿你的衣服 - 我想說褲子那麼破鬼也要穿喔 - 就有很多禁忌啊 - 然後台灣人其實都蠻遵守鬼月禁忌 - 包括不要去海邊 - 可是其實我之前有看過一個說法是說 - 雖然這些事情現在講起來很好笑 - 好像是覺得人家很迷信或幹嘛 - 但其實這些東西當初在 - 比較早年的時候它是有用途的 - 就是 maybe是夏天那個季節很不適合 - 就是很不適合去海邊玩 - 或者是可能會很容易有風狗浪 - 可能是因為什麼漲潮或是什麼颱風之類的 - 夏天颱風就多啊 - 對對對對 - 我有看到有人說晚上不要吹口哨 - 嗯 - 本來就不該吹把人家睡覺了 - 因為很吵 - 因為很吵 - 哈哈哈哈 - 還有什麼晚上不要 - 晚上不要削蘋果 - 因為不是會吸引鬼來 - 只是嚇夏年而已 - 重點是我覺得很吵 - 半夜不要洗衣服 - 半夜不要洗衣服 - 對 - 重點都是因為很吵 - 對 - 然後就有日本網友貼出 - 喔台灣原來在面對那個中元節 - 鬼月經濟 - 會這麼遵守這些經濟 - 他都說台灣人能遵守的鬼月經濟 - 為什麼不能遵守交通規則 - 他在哪裡講的啊 - 在好像是推特 - 喔 - 對 - 然後就引起了一些討論 - 你說得很好 - 對我們台灣人怎麼會這樣 - 那為什麼 - 為什麼 - 因為我 - 因為你不遵守交通規則的原因 - 大家都是存有一個僥倖的心態吧 - 對 - 大家可能會遵守鬼月經濟 - 就是因為可能大家會覺得 - 就是 - 明明之中有眼神看著你這樣子 - 就是做鬼也不放過你的人 - 你很難的有僥倖的心態 - 也是也是 - 然後我 - 因為我今天有講過 - 我是一個沒有開車系 - 我沒有在騎車 - 沒有在開車 - 然後我都在搭捷運 - 然後剛剛開始有講到很多人會把那個 - 路權做成是對立 - 但其實我們都是先學會走路才學會開車 - 是 - 然後其實我覺得台灣人蠻大的一個問題 - 是 - 是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的 - 功德心就蠻爛的 - 怎麼說 - 我每天搭捷運都會看到很多人 - 我理解的捷運進浮手提就是會分兩條走 - 不管你要走或站 - 你今天要站不管怎樣都是兩條 - 對 - 可是很多人會走在左邊 - 然後我就去插右邊的對 - 然後右邊人就會卡住 - 左邊人也會被你卡住 - 就台灣人在走路中 - 那個變換車道的習慣就蠻差的 - 或者是我突然走到一半我要換 - 我的習慣是我會回頭瞄一下 - 對 - 很多人是直接就衝 - 或是他走一走他就停下來滑手機 - 啊你在幹嘛 你在看劇 - 你停下來看劇 - 你轉成你停下來看劇幹嘛 - 可能就很精彩吧 - 那如果他一邊用手機 - 但是他一邊還是有在走的呢 - 我以前是這樣子的人 - 然後因為我蠻高的 - 所以我其實可以看得到周圍的環境 - 可是很多人是很認真的在盯著螢幕 - 然後他不知道他擋到路了 - 嗯嗯 - 然後我後來我現在的習慣是 - 我覺得過馬路跟上下樓梯我不要看手機 - 或者是在- 欸過馬路真的不要拿手機 - 好可怕 - 我覺得行人過馬路不要 - 你就穿越那個幾秒鐘 - 你到底要滑什麼 - 有什麼這麼重要的 - 我不懂 - 然後大家覺得其實 - 你可以看出很多人其實 - 就是先下車後上車這個 - 對就是那個順序跟那個 - 基本道德 - 大家會只想到自己 - 然後或者是你不讓先出來的人先出來 - 就有人可能很怕自己趕不上車 - 然後就硬要擠 - 然後最後就是跟下車的人撞在一起 - 大家就拖更久 - 然後我覺得比較沒事的是 - 因為捷運你頂多是擋到人 - 或是你頂多是輕輕擦撞到人 - 可是這些習慣長期我們在走路 - 長期大家習慣的互動 - 就是這麼不我行我素的情況下 - 然後你變成駕駛的時候 - 對你不幸的有駕照的時候 - 你就是那個一個擦撞可能會把人家害死 - 或是你會尻到別人的車 - 或是你會不小心撞到別人 - 是 - 對 - 你很常去日本嗎 - 然後你應該有在搭他們的 - 大眾運輸嗎 - 大眾運輸 - 他們會這樣嗎 - 日本人很習慣不要在 - 日本很習慣在車站的人要站在牆邊 - 就是兩邊 - 你中間就是走的嘛 - 但日本人其實 - 大家對日本有一個 - 很有禮貌 - 旅遊的濾 - 覺得他們很有禮貌 - 那沒有啊 - 就你如果擋在路上他會直接罵你一句 - 會直接把你撞開 - 喔真的 - 台灣人隨時算是蠻 - 我覺得台灣人雖然很多人很 - 我有行我素 - 我好像是昨天還是今天有看到 - 就是以前賴清德也有在 - 什麼路上逆向 - 看到人家逆向 - 然後勸人家說 - 你不要逆向 - 結果被打 - 是不是好幾年前的事情 - 但現在還在當立委的時候 - 他曾經在台南就是跟 - 一個駕駛說你 - 因為他單行到逆向 - 說你逆向很危險 - 結果賴清德被忘記錯了 - 車上就衝下三個年輕人 - 是同一天嗎 - 就是那台車啊 - 喔是那台車啊 - 反正就拿棍棒什麼的 - 拿球棒毆打他 - 把他打到送醫 - 好像住院住了十幾天 - 對啊 天啊好嚴重 - 然後這是他還在當立委的時候 - 然後那個 - 然後後來過幾年 - 就發現一個酒駕自撞的案子 - 然後大家都查出 - 欸那個駕駛就是當年打賴清德的 - 就是 - 這就是無盡天責的遊覽嗎 - 這真的交通 - 我真的想到交通就會很不爽 - 是因為覺得 - 為什麼你不可以 - 欸你不覺得今天發的雨速特別快嗎 - 我 - 我不知道就是到底發生的事 - 我剛才就是 - 錄到一半我就覺得 - 欸今天好像不用調1.5倍 - 因為我昨天搭捷運很火大 - 他今天一整天講話都特別快欸 - 我昨天搭捷運都好火大 - 他今天忍耐了兩天的怒氣 - 還有那種 - 好難得喔 - 我希望大家在捷運閘門的前十公尺 - 就鎖定好你要過哪個閘門 - 就是你要去逼 - 對 - 因為其實你在 - 你站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 其實旁邊你也鎖定好那個閘門了 - 對 - 你不要跟我在前面突然換 - 到底要換什麼呢 - 那五個都一樣 - 五個都可以過 - 你到底要換什麼 - 因為有一些人 - 他感覺起來好像會 - 有點不太會用那個閘門 - 然後他就會連逼好幾次 - 就會不知道要過不過 - 對 - 然後如果你已經排到第二個了 - 就是前面的人要過 - 然後他卡住了 - 麻煩你已經等他 - 你不要給我立刻換到右邊的 - 突然變換車道 - 因為你換到右邊的 - 後面的人就被你擋住 - 就那邊就會卡成一團 - OK - 你就等 - 那不會花到你三十秒 - 你就等 - 大家會馬上換 - 我真的超火大 - 或者是在... - 那你會對老人家 - 比較有耐心之類的嗎 - 你會看他的就是整個身體狀 - 我會觀察 - 或者是那種在閘門前面 - 找悠悠卡的 - 你先拿好會怎樣 - 你還沒找到 - 請你紅牌是不是對 - 結帳也是 - 沒錯 - 你這份結帳排那麼久 - 你先開會員會怎樣 - 哈哈哈哈 - 沒有就是 - 就這類的事情啦 - 好好處女座控制狂欸 - 今天的標題就是處女座的怒吼 - 不是 我希望 - 我希望大家可以 - 就是在做每個動作 - 跟反應的時候 - 你可以想一下 - 這條路不是只有你在過 - 你要如何就是 - 造成別人最低麻煩 - 的這種心態 - 在面對就是 - 像捷運也是 - 就是這些公共場合的東西 - 你要上車沒錯 - 但如果你今天 - 你跟下車人卡在一起 - 其實你會更浪費大家的時間 - 對啊 - 你就先等他們出來就有位子啦 - 然後還有一種是 - 你才剛起身要下車 - 那個人就是鎖定你的位子 - 他就要站過來跟你擠 - 然後我就想說 - 我要下車 - 就他都跟你僵持在那邊 - 因為我這兩天 - 因為要就是跟朋友借東西 - 所以我就最近 - 這兩天我都是搭捷運 - 然後這兩天搭捷運的心得 - 就是讓我回想起 - 我當初為何會騎車 - 會很火大對不對 - 就是我真的覺得 - 大眾運輸真的是很好的建設 - 沒有錯 - 我就會覺得我好像不是很適合 - 但其實台灣的 - 我覺得台灣人搭大眾運輸的 - 我剛剛說的是極端的案例啦 - 但其實大部分人是很 - 就我自己的問題 -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 跟人群靠的太近 - 真的很近 - 然後加上最近很多觀光客 - 我真的不知道會不會得罪人 - 但我要憑良心的說 - 有禮貌的觀光客只有日本人 - 你怎麼發現的 - 就是因為我們 - 我就是運動是在台北車站嘛 - 然後那邊有很多旅館 - 然後那邊會非常多觀光客 - 然後便利商店常常會遇到很多觀光客 - 在那個無限輪迴 - 哪邊要排隊 - 哪邊結帳 - 突然想買這個 - 突然想買那個 - 然後日本人普遍會 - 跟你點個頭 - 就是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 那有些國家的 - 你怎麼判斷出來 - 他說不定他只是沒有跟你說什麼 - 我聽那種語言好嗎 - OK - 他就講XXX - 要B掉 - 又要B掉 - 就是 - 我不是說他們沒水準 - 但你會發現台灣人其實蠻 - 台灣人普遍的算蠻有禮貌的 - 但觀光客本來就有一個無助的心態 - 是他畢竟人身地不守 - 他本來就會比較 - 沒辦法跟上你們的節奏 - 這類我覺得還好 - 我只能說好險 - 現在中國還不開放那個 - 那個陸客來台 - 中客來台 - 是中國不開放 - 不是我們不開放 - 對啊是中國不開放喔 - 他們一直說是蔡英文打 - 我們沒有打 - 我們很歡迎他們來台 - 我沒有歡迎 - 不要來 - 好 最後我來講一下那個 - 我們在週末 - 我自己開了兩個投票 - 在推特跟那個IG - 我剛剛以為你自己開了兩個節目 - 然後 反正那個題目就是在問說 - 大家到底是喜歡短一點好呢 - 就是在講節目的長度 - 當然是短一點好呢 - 還是長一點好 - 因為就是我們上個禮拜三集 - 都幾乎滿長的嘛 - 然後就又有一些人來說 - 其實喜歡以前短短的 - 然後我就大概做了一下調查 - 在不做這個調查之前 - 我一直以為大家都喜歡聽長的 - 因為會有很多人 - 但我們都還是短短的時候 -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說什麼不夠不夠 - 不夠不夠不夠 - 然後都會 - 我就印象一直覺得說 - 因為關鍵是我們走太極端 - 因為我們一開始只錄10分鐘 - 然後後來我們就接50分鐘 - 不是 就是我就覺得說 - 很多東西其實你都還是要量化它 - 你才會知道它到底是什麼結果 - 要不然我體感 - 我就一直覺得說 - 應該大家就是喜歡長的吧 - 所以就很努力想要做到那個長度 - 結果發現 - 欸 幾乎大家喜歡短的 - 因為我們就是 - 但做完調查以後我們就發現 - 其實我們有點想要不在乎 - 因為我們本來是網美咖啡店 - 就是蛋糕來一小塊 - 然後客人說 - 希望大一點 - 然後我們就直接端個巨蛋 - 端一個海底 - 然後用大火鍋出來 - 直接那種什麼 - 十個人共吃的那種 - 所以 - 所以大家希望是什麼時間 - 結論是那個 - 那個民調數字只是參考用 - 所以他們的結果是什麼 - 他們的結果都是 - 短短的以壓倒性的勝利 - 但他們希望 - 他們希望短但比較密集的更新 - 對 - 做不到 - 做不到 - 我原本還有先想 - 我還有先一個前提 - 就是說 - 總之一天一小時 - 是不可能的 - 然後還是有人說 - 真的好想一天一小時 - 我就想說 - 一天一小時其實有點難 - 而且就是 - 我們真的無話可說啊 - 無話可說 - 其實我們沒有這麼熟欸 - 而且有一個 - 你知道我們其實關掉麥克風 - 我們就不講話了嗎 - 我們就等下一次錄音 - 欸那天 - 前上週有一個 - 有一個聽眾私訊我 - 他說他的男友 - 在睡覺的時候 - 他老公 - 你私訊你本人嗎 - 欸不是 - 他好像是我的大學同學 - 欸是嗎 - 欸是嗎 - 就我一個朋友 - 你不要 - 要多失意啊 - 他說他老公在 - 睡覺的時候 - 會聽我們節目 - 嗯 - 然後他說他被吵到很痛苦 - 哈哈哈哈 - 欸睡前不適合聽這個耶 - 睡前不適合聽啦 - 這不是睡前聽的吧 - 不是啊 - 就你的伴侶如果睡著了請把音量調低啦 - 好 - 好啦 - 那我就問你們知不支持郭柯沛 - 突然拉回來 - 郭柯沛 - 喔所以是郭當總統 - 然後柯當副總統嗎 -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 突然間會有郭柯沛這個 - 喊聲出現 - 欸我看到有一些柯粉的 - 是誰先講的 - 群組真的也有在討論這個耶 - 是喔 - 因為現在就是館長上禮拜有直播 - 他就說我求求你們 - 我求你們三位好好整合一下 - 哪三位 - 他的意思就是郭台銘、侯友宇跟 - 柯文哲 - 柯文哲 - 白太熟了吧 - 哈哈哈哈 - 前面還在誇獎他今天語書很快 - 因為他們三個的 - 他們三個的目標都是拉下民進黨嘛 - 然後館長上次在直播哭喊 - 說我求求你們三位整合一下 - 我們的目標就是把民進黨拉下來 - 好好的辦這些案子 - 把民進黨抓去關 - 把 - 對 - 然後館長也在那直播停了很久 - 他就突然說我求求你們 - 哈哈哈哈 - 對 - 然後我還去- 哈囉 - 我還去看 - 我還去按那個影片 - 斷網了嗎 - 對沒有斷 - 因為他突然肌肉有抖動一下 - 就手有動一下 - 還要活著 - 看一下 - 結果他就是在覺得 - 因為現在他們三個人都出來選 - 一定會影響 - 他們擔心會影響彼此 - 喔會分散選票 - 會有什麼棄保效應之類的 - 可是柯文哲已經說他不可能郭柯平 - 他說因為他黨內的程序已經走完了 - 然後郭台銘聽到這件事情 - 他就回嗆柯文哲 - 他就說 - 你覺得你會贏那你就選到底啊 - 我只有一句話 - 事實物者林俊傑 - 哈哈哈哈 - 因為侯友宜跟 - 很強欸 - 因為侯友宜跟那個柯文哲 - 等一下他真的講林俊傑嗎 - 沒有 - 哈哈哈哈 - 我叫做好幽默喔 - 所以他們三個其實都是 - 都不要選了啦 - 當脫口線又演員啦 - 他們三個都 - 目前三位都已經透過黨內程序 - 已經選出來就是他們 - 嗯 - 所以其實很難看的是 - 他們現在如果在暗中 - 有人想要帶起這種 - 要棄保誰要合作誰的討論 - 其實是 - 不能 - 我不確定有沒有違法 - 但他是蠻有走在 - 道德 - 政黨經營的那個道德界限 - 每個人的黨章不一樣 - 哪會不一樣 - 就是你們已經提名出來 - 你們現在也在公開的 - 在喬這些事 - 只為了拉下誰 - 這個其實是 - 過去沒有的經驗 - 過去頂多 - 有啦換柱啊 - 呃 - 換柱單純是 - 他們覺得洪秋柱選不上 - 把他換下來 - 是他們黨內啦 - 換柱不是 - 可是因為像柯文哲跟那個 - 郭台銘這種就有兩個 - 公開喬試 - 公開喬試 - 對公開喬試 - 這蠻難看的 - 然後我覺得最近 - 因為最近民調其實 - 又有一點變化 - 嗯 - 然後有一些民調是 - 只侯友誼上升的 - 然後柯文哲下降 - 嗯 - 欸我常常看這些民調 - 我都想說到底要不要 - 但我就專門幫柯文講話 - 我聽你在屁 - 哈哈哈哈 - 投科投科 - 投科 - 投科好啦 - 就是民調 - 對所以最近假賬號又出來了 - 嗯 - 然後是不是 - 我是看到有消息說 - 郭台銘應該是下個月 - 就會開始在籌備他獨立參選的 - 我上個月也聽說他 - 他怎麼一直在籌備 - 我上個月也聽到同一句話 - 快一點 - 欸還是他是一種勤勒的方式 - 要上車就快 - 不要在那邊憂鬱 - 我知道他是在勤勒 - 然後其實後來 - 處女座會不爽喔 - 其實有人有做民調 - 他現在就是在閘門口 - 在那邊你知道 - 我要不要逼要不要逼 - 然後那個閘門卡到 - 他一直給他打開 - 打開打開 - 但以閘門來形容的話 - 全部等你一個 - 就目前他在那邊猶豫的過程 - 但閘門外面沒有人 - 哈哈哈哈 - 因為其實有人做民調發現 - 郭台銘的參選與否 - 沒有那麼影響支持度 - 因為郭台銘以前大家擔心 - 他會跟柯文哲搶票 - 顯然的票 - 然後也擔心他會跟侯友宜搶票 - 但因為郭台銘歹戲脫捧鬧太久 - 導致大家對他的耐心已經耗盡了 - 他真的是歹戲脫捧 - 他就現在變成 - 我現在真的很希望是宋楚瑜出來選 - 對啊 - 就宋楚瑜的好感度都大郭語郭台銘 - 真的 - 好 - 然後我真的在那邊呼籲郭台銘 - 那個 - 我們的 - 我們一般庶民會撐傘 - 不然淋雨很臭欸 - 淋雨很臭 - 淋雨超臭 - 我相信以郭董的財力是有辦法撐八百萬的吧 - 你知道有種 - 他的財力應該可以幫凱刀蓋帳篷 - 哈哈哈哈 - 好 - 我們之前上禮拜 - 上上禮拜的時候 - 那個表單回覆 - 補充說明 - 我們這一集沒有講到啊 - 我們會下一集再講這樣 - 好 - 那先跟大家說 - 我們會慢慢把表單的回覆講完 - 對 - 好 -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了 - 那我們現在沒有呼籲欸 - 有啦 剛才跟郭台沒呼籲欸 - 誰跟郭台沒呼籲啊 - 不管他幹嘛 - 那你自己講的啊 - 你的呼籲不就是 - 就是剛才什麼各種進閘門 - 然後上下車什麼那些嗎 - 我接下來一週都只呼籲 - 拜託大家遵守交通規則 - 就是拜託 - 拜託你過馬路的時候讓一下行人 - 然後你開車的 - 你不要真的把車逼近人行道才停 - 你在前五公尺停 - 真的不會影響你什麼時間啊 - 然後就大家拜託 - 多體諒一下彼此 - 你理解一下公車就是到站會停車 - 然後騎U-Bike的人 - 請記得U-Bike是 - 腳踏車是輕行 - 腳踏車相當於輕行機車 - 的路權 - 的路權 - 所以你請騎在專用道上 - 或是你可以騎在外線道 - 就機車那邊 - 就是拜託 - 所以他不可以騎人行道 - 其實可以啦 它有點 - 有些人行道會 - 另外畫一條自行車道線 - 對對對對 - 要是沒畫呢 - 其實好像可以 - 因為他就是 - 我有騎過 - 可是我後來發現 - 滿危險 - 危險是因為 - 那個大部分的人行道的騎樓 - 都會 - 各種障礙物 - 或是有柱子什麼 - 你反而過不去 - 然後騎U-Bike的人要知道 - 就是人行道 - 他的目標還是 - 目的還是給人走的 - 你不要莫名 - 就當然擋路你可以 - 說一聲借過 - 但不要 - 還要橫衝直撞 - 拜託大家 - 你的呼籲好長喔 - 我已經分心了 - 就拜託大家 - 收回一點那個自尊心 - 那個暴力之氣 - 對 - 多一點禮讓 - 然後讓台灣交通可以 - 少一點路怒 - 少一點傷害 - 對 - 有什麼不爽衝 - 就我們來 - 不要不要衝 - 你就好 - 你就好 - 我們要跟你站在一起 - 大家發發的呼籲 - 都要聽進去喔 -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樣 - 掰掰 - 掰掰 - 掰掰 -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 - 記得到IG、YG -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 搜尋重新錄一段 - 追蹤並閱 - 還有限動Pag我們喔